长大之后再读石铁生的《秋天的怀念》 我才发现原来课本早就教过我们 要学会面对无法避免的苦难 和带着遗憾的告别 今天咱们就来重温石铁生的这篇回忆母亲的散文 《秋天的怀念》 我依然会朗读原文 并且在中间穿插讲解 双腿瘫痪后 我的脾气变得暴怒无常 望着望着天上北归的艳阵 我会突然把面前的玻璃砸碎 听着听着李谷一甜美的歌声 我会猛地把手边的东西摔向四周的墙壁 石铁生是在大约21岁的时候坐轮椅了 我们能够理解他很痛苦 但为什么会暴怒无常呢 在他的另一篇文章里有这么一个片段 发烧了才知道不发烧的日子多么清爽 咳嗽了才体会不咳嗽的嗓子多么安详 刚坐上轮椅时我老想 不能直立行走 岂非把人的特点搞丢了 便觉天昏地暗 等到又生出入床 一连数日只能歪七扭八的躺着 才看见端坐的日子其实多么晴了 后来又患尿毒症 经常昏昏然不能思想 就更加怀恋其往日时光 终于醒悟 其实每时每刻我们都是幸运的 因为任何灾难的前面都可能再加一个 更子 发烧和咳嗽大概每个人都有过 想象一下 如果这场高烧永远不退 如果这阵咳嗽始终不停 那是什么感受 痛苦烦闷 你会觉得一切鲜活快乐的事物都碍眼 一切的美好都面目可赠 所以石铁声望着天上北归的艳阵 听着甜美的歌声 她会暴怒无常 再看母亲的动作 每当我暴怒无常的时候 母亲就悄悄地躲出去 在我看不见的地方偷偷地听着我的动静 当一切恢复沉寂 她又悄悄地进来 眼边红红地看着我 她怎么不啪一下把门推开 说你这怎么骂 比你惨的有的事你这算骂了 因为石铁声的母亲对她的爱是小心翼翼的 她太能理解石铁声此刻的崩溃与脆弱 所以她偷偷地悄悄地观察它 不去惊扰她的那份脆弱 听说北海的花都开了 我推着你去走走 她总是这么说 母亲喜欢花 可自从我的腿瘫痪后 她试弄的那些花都死了 大家留意去走走这个词 后面我们还会提到 总是说明了什么 只要有一点点希望 这位母亲就想把儿子从深渊里往外拽一点 再拽一点 不我不去 我狠命地锤打这两条可恨的腿喊着 我可活什么劲啊 母亲扑过来抓住我的手 忍住哭声说 咱俩俩在一块好好活 好好活 注意母亲的动作 当儿子决绝地拒绝并且狠命地砸自己的时候 母亲是扑过来抓住我的手 忍住哭声说 扑和抓 说明了母亲动作里的着急 赶紧拦住儿子 她心疼啊 母亲忍住的是什么 根据后文我们知道 第一 母亲自身的病痛 第二 儿子的崩溃 第三 儿子的病痛给她带来的崩溃 其实母亲所承受的痛苦一点也不比实铁声轻 但是她觉得自己不能在儿子面前透露出来哪怕一点点 可我却一直都不知道 她的病已经到了那步田地 后来妹妹告诉我 她常常肝疼的整宿整宿翻来覆去的睡不了觉 实铁声因为沉浸在自己的痛苦之中 而忽视了身边人的痛苦 她是自责的 但是作为读者 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去指责一个遭遇了晴天霹雳的人 忽视了身边人的感受 所以我看到的是双重苦难 实铁声和她母亲的病痛是第一重 第二重 是她跟母亲之间无法避免的遗憾 那天我又独自坐在屋里 看着窗外的树叶刷刷拉拉的飘落 母亲进来了 挡在窗前 北海的菊花开了 我推着你去看看吧 她憔悴的脸上现出央球般的神色 前面说了 母亲对实铁声的爱是小心翼翼的 这一段又体现出来 母亲对她的爱是细腻的 她一进来挡住的是窗外衰落的景色 她害怕树叶的凋零会让实铁声联系到自己 上一段母亲说我推着你去走走吧 这一段母亲说去看看吧 正如实铁声在后文里说的 母亲对这些字眼比她自己还要敏感 因为妹妹已经告诉实铁声他们母亲的病情了 所以此时实铁声注意到母亲的脸是憔悴的 母亲的脸上为什么会有央球的神色 如果孩子再不去 我赔不了他了 什么时候 你要是愿意就明天她说 我的回答已经让她喜出望外了 好吧就明天 我说她高兴的一会儿坐下一会儿站起来 那就赶快准备准备 哎呀烦不烦几步路有什么好准备的 她也笑了 坐在我身边叙叙叨叨的说着 看完菊花啊咱们就去访善 你小时候最爱吃那的豌豆花 还记得那回我带你去北海吗 你偏说那杨树花是毛毛虫 跑着一脚踩扁一个 她忽然不说了 对于跑和踩一类的字眼 她比我还敏感 她又悄悄的出去了 看到孩子终于愿意从无边的黑暗里迈出那一小步 她高兴的都忘了自己的痛苦 然而即使在那么高兴的时刻 她依然注意着跑踩这类字眼 可是啊她出去了 就再也没回来 美好的想象破碎在了实现前的一瞬间 邻居们把她抬上车时 她还在大口大口的吐着鲜血 我没想到她已经病成那样 看着三轮车远去 也绝没有想到那竟是永远的诀别 邻居的小伙子背着我去看她的时候 她正艰难的呼吸着 像她那一生艰难的生活 别人告诉我 她昏迷前的最后一句话是 我那个有病的儿子和我那个还未成年的女儿 又是秋天 妹妹推我去北海看了菊花 黄色的花淡雅 白色的花高洁 紫红色的花热烈而深沉 泼泼洒洒 秋风中正开得烂漫 淡雅高洁 热烈而深沉 每个词写的都是花 每个词写的都是母亲 我懂得母亲没有说完的话 妹妹也懂 我俩在一块 要好好活 希望大家健康 珍惜当下 好好活 听文学经典就搜七月白则 我下期可能会讲一个简短的 有趣的知识点 来跟大家一起调节调节心情 咱们下期再见 我下期再见 我下期再见